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晚上洗完澡后,我一边擦着头发一边拿出了一直在震动的手机。 电话是陈乔打来的,我的死对头。 倒也不能说是死对头,只是我们会一起打麻将,又因为价值观不同互相看不顺眼,偶尔会互相阴阳怪气几句。 我接起了电话,陈乔神秘兮兮的声音就从那边传了过来。 燕燕,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事没有告诉我们这群小姐妹啊? 什么好事?还装呢? 陈乔笑了起来,我今天下午可是在市医院的妇产科碰到你老公了,他难道不是陪你去产检的? 我攥着手机的力度猛然加深。 当初咱一起打麻将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来着? 你害怕生孩子,这辈子都要做丁克,结果不还是背着我们偷偷怀上了? 恭喜啊! 陈乔的声音有些得意洋洋。 我知道他在得意什么,因为我当初说自己要做一辈子丁克的时候,就被陈乔狠狠地嘲笑了。 他一边搓着麻将,一边阴阳怪气道,没有孩子以后老了多可怜啊,你这种女人就是太自私了,一点不为家庭考虑。 而且男人就是风筝,孩子就是那根线,这年头没有孩子拴着男人,他们早晚会飞的。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闲钱太多,不知道怎么花的人吗? 我云淡风轻地开口,老了以后谁没钱谁可怜。 陈乔被我呛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挂断电话后,我看了眼时间。 晚上十点半,我老公陈森还没有回家。 仔细想想,陈森最近的确有些忙。 他经营着一家剧本沙的店面,启动资金是我给他的,只是现在还处于赔钱的状态。 说起来,我和陈森是在一场公益募捐上认识的,他是那场募捐晚会的工作人员。 大抵是我天生对这种一身正派的人富有好感,当晚临走前我主动要了他的联系方式。 在接触了半个月,在一场晚餐后,他小心翼翼地问我, 燕燕,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我是个直来直去的性格,当场就答应了。 就这样,我和陈森在一起了,这场恋爱一谈就是三年。 他的家庭条件一般,父母在他们当地的县城里打点灵工, 但陈森争气,当初是以权限第一的成绩考出去的。 在我看来,他的身上有一种读书人的傲骨, 这也是他当初为什么吸引我的一点。 转眼间,我们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以陈森父母的条件是绝对不可能在北京买得起房的。 我爸便直接全款给我们买了一套180的大平层, 房本写着我和陈森的名字。 除此之外,还给了他58万8千元, 让他带回去给父母贴补家用, 毕竟父母年纪大了, 没必要再出去打工, 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了。 做完这些, 我爸对陈森唯一的要求就是, 以后好好对我, 不可以逼着让我生孩子。 因为我妈当初就是因为生我离开了人世, 而这一直是爸爸心中的痛, 也是我恐惧生育的根本原因。 谁知陈森当场就恼火地转身离开, 在我去把他追回来以后, 他才对我爸说道, 叔叔, 您大可不必这么羞辱我, 因为我爱奄奄, 就算您不做这些, 我和他结婚后也会尊重他的意愿, 爱情应该是纯粹的, 而不应该蒙上物质的枷锁。 不愧是我爱的男人啊, 就是这样有骨气。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陈森晚上要加班, 刚刚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让我晚上不用等他, 自己先睡。 我的嘴巴动了动, 想要询问些什么, 终究是忍住了。 我不想打草惊蛇, 因为我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 也只是听说而已。 心里这样想着, 我失眠了, 甚至连外面什么时候 开始电闪雷鸣了都不知道。 大脑飞速运转之时, 卧室的门忽然被人推开。 是陈森回来了。 烟烟, 她坐在了我旁边, 抱起了我。 不是加班吗? 我问, 因为我知道我的烟烟害怕打雷啊。 她笑, 一如从前的温柔, 别怕, 老公回来了。 陈森这几天并没有什么异样, 我有趁她洗澡的时候, 翻过她的手机, 也没有查出来任何的异样。 仿佛陈桥的那通电话, 是我的一个错觉一样。 直到几天后, 我家别墅的大门被人敲响。 我打开门一看, 外面站着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 你好, 我是陈森的爱人。 我瞥了她一眼, 你是谁? 陈森的爱人。 她微微一笑, 我叫沈薇, 说着, 她撞开了我, 扶着自己的腰走了进来, 四处打亮着别墅里的装潢, 满眼的向往。 站住, 我跟了上去, 我有请你进来吗? 这是陈森的家, 我怀了她的孩子, 为什么不能进? 沈薇上下打亮我一眼, 满眼的轻蔑, 于小姐, 大家都是成年人, 有话我就直说了, 我觉得你配不上陈森这么好的男人, 我希望你能主动离开。 说着, 她活像已经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了一般, 坐在了我亲自挑选的欧式沙发上, 我知道, 我说这些你一定很不生气, 你先别激动, 听我把话说完。 我和陈森是在他店里玩具本纱的时候相识的, 你不知道吧? 交往的这段时间, 陈森不止一次和我吐槽过你, 他说和你在一起压力很大, 只有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最开心。 陈森那么努力地在外工作养家, 而你们结婚已经这么久了, 却连个自己的孩子都没有。 你知道陈森有多喜欢孩子吗? 我可以为了陈森生孩子, 你呢? 就因为怕疼, 因为孔韵就让陈森断后, 你知不知道陈森是家里的独子? 会不会太自私了一点? 结婚以后, 给老公生孩子是女人的职责, 你连最起码的职责都做不到, 恕我直言, 你真的很给女人丢脸。 我的呼吸有过几秒钟的停顿, 随后我笑了, 挤不上前, 我毫不客气地抓起了他的头发, 用力地朝上一提, 知三当三你还有理了? 跑到我的地盘上跟我逞威风? 谁给你胆子? 啊, 沈薇尖叫出声, 她可能压根想不到, 我会直接会对她一个孕妇动手, 痛得呲牙咧嘴, 身体不断挣扎着, 你放开我, 放开。 沈薇被吓哭了, 给我住手。 一道声音忽然从身后响起, 陈森不知何时回了家。 我扭头看去, 只见她拖鞋都来不及, 换就冲了过来, 将我撞开后, 把沈薇搂进了怀里, 威威, 你没事吧? 沈薇只是在哭。 陈森怒不可遏地瞪向我, 余烟, 你是疯了吗? 威威是个孕妇, 你怎么能这么对她? 陈森吼完这句话后, 直接将沈薇横腰抱了起来, 别怕, 我这就带你去医院做检查。 转身的那一瞬间, 我看见原本捂着脸哭泣的沈薇移开了双手, 对着我露出了一抹胜利者的微笑。 一直到了夜幕降临, 陈森才回家。 刚一走进门, 她就看到我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动不动。 从她抱着沈薇出门到现在, 整整五个小时, 我想了很多, 也已经做好了一个决定。 听见脚步声, 我抿了一口红酒, 淡淡地贴了她一眼, 回来了。 陈森舔了舔唇, 下午那副失控的模样已经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窘迫。 已经恢复了理智的她, 一如既往地已经做好和我道歉的准备了。 她小心翼翼地凑在了我旁边, 语气讨好, 怎么再自己喝酒。 我没说话, 你吃饭了吗? 要不要老公去给你做点? 见我始终不搭理她, 陈森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做出了一副无比痛苦的模样。 我知道我下午不该吼你, 我跟你道歉。 但是沈薇, 我根本就不爱她, 是她自己总是去店里对我死缠烂打, 奄奄你知道, 我不可能会看上那种连大学都没有读过的女人。 况且, 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忽然出现在我们家。 我发誓, 我和她只有过那一次, 是我妈逼着我这么做的,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我妈真的很想抱个孙子, 你也知道我是我们家唯一的香火。 我不忍心, 我妈每次见到我都哭。 但你相信我, 好吗? 那次是因为我喝醉了, 所以才, 奄奄, 我真的错了, 你别不理我, 行吗? 我和你在一起这么久, 每一次吵架都是你先低头认错, 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自己老公会因为出轨, 甚至和别人有了孩子而跟我道歉。 这样说着, 我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了起来, 陈森愣住了。 在他的眼里, 这些年我都是相对来说的强势方, 可能是性格使然, 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般示弱的时候。 我在无声地哭泣, 声音隐忍。 落地灯散发出的昏暗灯光, 只把我们周围这一片照亮, 我清晰地看到陈森的眼里闪过一丝明显的愧疚。 陈森用力地抱紧了我, 沈薇根本不配合你比较, 宝宝, 只要你肯原谅我这一次, 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给了陈森一个机会, 只要他主动去要求那个女人将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那我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陈森没了好大一会, 这才开口道, 那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只有五个月大, 你一定要这么残忍吗? 孩子是无辜的, 孩子无辜。 我实在觉得有些好笑, 和陈森认识了这么多年, 他总是那种用一副受害者的姿态, 吃尽所有红利的人。 我没想逼你, 选择权在你手里。 和我预想的一样, 陈森最终还是选择了同意。 我赌的就是陈森不舍地放弃眼前的这一切, 尤其是在我这种性格的女生主动示弱了以后。 夜里, 浴室传来了洗澡的声音, 而陈森的手机一直在震动。 我拿过来了他的手机, 熟练地书上自己的生日。 他的解锁密码, 自从和我在一起后就没有换过, 如今手机却提示我密码错误。 书上陈森的生日, 同样错误。 我从自己的手机里掉出来下午 让人查到的关于沈薇的资料, 输入沈薇的生日。 这一次成功了。 对话是陈森的好友发来的。 阿森, 你可要考虑清楚, 沈薇很有可能怀的是你儿子, 就这么随便因为余烟的一句话打掉了。 你当初能空手套白狼地 娶了余烟这么一个富家小姐, 现在还对你要死要活的, 这种女的岂不是随便拿捏? 现在余烟连你出轨 把别的女人搞大了肚子都能忍, 要我说这个女人就是下贱, 你别给余烟好脸, 你信不信她最后会同意 你在外面生个孩子? 我不动声色地删掉这条信息, 然后关掉了手机。 隔日, 我和陈森一同去了 是医院的住院部。 阿森, 你来了, 沈薇满脸欣喜的表情 再见到陈森身后 还跟着一个我的时候, 瞬间冷却。 陈森的语气难掩关切, 今天感觉怎么样了? 还是感觉身体很虚弱, 医生说我是因为受到了惊吓影响了胎动, 还要多住几天的愿。 沈薇说着, 沈薇说着主动拉起陈森的手放在她的肚皮上, 你要不要试试我的肚子? 我今天好像都能感觉到肚子里的宝宝在踢我呢。 我看着眼前两个人的互动, 仿佛陈森和沈薇才是夫妻, 而我才是那个局外人。 陈森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抽回了自己的手。 沈薇, 我今天来是想要告诉你, 那天晚上真的只是一个意外, 我也不喜欢你。 我有我自己的家世, 我很爱我的妻子, 为了咱们都好, 你还是把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打掉吧。 沈薇瞪大了眼睛, 声音有些颤抖, 你说什么? 把孩子打掉。 陈森, 这可是你的亲骨肉, 是和你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我看到陈森看向沈薇的眼底满是 曾经属于我的心疼。 她转过身, 我知道, 但我不会和奄奄离婚的, 这个孩子生下来也不会有任何的名分, 打掉他对我们都好。 陈森被对着沈薇, 声音隐忍, 只要你把孩子打掉, 我会给你一笔远超抚养孩子成人的补偿金, 我们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 说完, 她阔步离开, 任凭沈薇在身后嘶喊, 陈森,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回来, 给我把话说清楚。 砰, 门已经被关紧。 我看着沈薇崩溃大哭的模样, 不紧不慢地走了上前。 见女人, 沈薇满脸猙獰地看着我, 你到底对陈森做了什么? 她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来跟我说这些绝情的话, 没人比我更懂陈森多么想生一个孩子。 你做不到的事情, 我帮她完成。 她明明都已经答应了我, 等到孩子生下来了, 就和你提离婚, 和我还有孩子在一起的。 我轻笑, 妹妹, 什么年代了, 还相信男人在床上说的那些鬼话。 而且你错了, 我什么都没有跟她说, 只是让她在我和你之间做一个选择。 你说得不错, 陈森也许真的很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但为什么她宁愿选择和丁克的我在一起, 也不愿选择和已经怀有身孕的你在一起呢? 你什么意思? 沈薇的表情扭曲, 你是觉得我比不上你。 我的确没有你读过的书多, 但陈森就喜欢和我在一起, 在我们三个人之间, 你才是那个可悲的第三人。 我只不急不躁地从包里拿出了一纸协议, 朝下一甩, 看清楚没。 这是你心心念念想要为他生孩子的男人 在婚前与我签订的协议, 做我家的上门女婿, 我一个月给他二十万。 知道什么叫上门女婿吗? 你是不是觉得陈森在外光鲜亮丽, 是个年入百万以上的成功男人? 不好意思, 他的年薪我给开的。 你问我凭什么结婚这么久都不愿意生孩子? 凭我有钱, 凭我养着他, 凭这个家里, 我说了算。 协议白纸黑字, 我如愿看到沈薇不敢相信的神情。 他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协议, 我仿佛能听到陈森在他心里树立起的高大形象瞬间崩塌的模样。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刚才陈森的话你也听到了, 如果你执意想要将这个孩子生下来的话, 那我也不拦着, 我会让陈森净身出户, 你们俩随便缠绵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想要看到自己的孩子一出生, 他的父亲连最起码的奶粉钱都买不起的话。 和我预料的一样, 沈薇的速度很快, 第二天就选择打掉了孩子, 拿到了陈森给他的两百万。 这钱是陈森自己出的, 我和他结婚了将近两年, 除去平时他自己的花销和开桌游店的钱, 估计他自己全部的钱都不及沈薇了。 看得出陈森对沈薇心怀愧疚。 我心里盘算着时间, 心想着差不多到了该收网之时, 家里忽然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鱼烟?鱼烟,你给我出来。 平日里非常安静的别墅区内, 传来一阵突兀的喧闹声。 走出去一看, 只见一个身高不高, 满身横肉的中年女人正怒气冲冲地环顾着四周。 幸运的, 我知道你住在这里, 你给我滚出来。 两个保安跟在他的身后, 女士, 您不能随便闯进来。 怎奈女人的力气竟然异常大, 直接撞开了两个保安, 叫喊声越来越大。 陈森原本正在厨房里切水果, 似乎听出来了什么, 连忙跑了出来。 中年女人应该是认识陈森的, 见状直接蹭蹭地走了过来, 指着陈森旁边的我道, 好啊, 你就是那个叫鱼烟的小贱人, 是吧? 还不等我说话, 沈薇他妈直接抬手甩了我一巴掌。 我的脸火辣辣得疼。 陈森健壮, 连忙想要去把他拉开。 阿姨, 你冷静一点。 滚开, 我要打死这个小贱人。 就是你逼着我女儿把孩子打掉的, 是吧? 现在, 我女儿手术出了问题, 因为这个手术, 医生说她以后都很难再当妈妈了。 这一切都是你这个小贱人害的, 我要去法院告你。 你信不信仪告一个准? 我,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出生到现在, 二十四年间, 这还是第一次被人甩了一巴掌, 还是被小三他妈甩的。 我不怒返校, 周围渐渐聚集了一些人, 我不紧不慢地环抱着双臂,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小三的妈妈呀。 你说谁是小三? 你再给我说一遍, 谁破坏了别人的家庭, 勾引了别人的老公, 谁就是小三? 原本我还想能教育出这种货色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子, 没想到今天就见到了。 你, 沈薇他妈气得满脸通红。 你刚才说什么? 你女儿因为手术以后都不能生育了, 是吧? 这不是小三的报应是什么? 我要是你, 养了这么一个不要脸的女儿, 我早找个地方上吊了, 居然还有连跑到别人住的地方大喊大叫。 还不等沈薇他妈说什么? 陈森率先冷着脸开口, 余烟, 够了。 你别再说了。 沈阿姨不过是一个正常母亲的本能反应, 你难道没有听到她说沈薇手术出问题了吗? 多好笑啊, 我被扇了巴掌, 她没有任何的反应。 我说了沈薇和他妈几句, 陈森倒是先应起机来了。 陈森扶着沈薇他妈, 阿姨, 你血压不稳, 先平静一下, 我送你回去。 陈森, 是不是这个女人逼得微微去打掉的孩子? 你说话呀,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把孩子打掉? 那可是个男胎。 沈薇他妈一边说着, 一边任由陈森扶着自己往外走, 哭得惨兮兮的。 陈森不停地安慰着她, 我忽然出声, 等一下。 沈薇他妈怒瞪了过来, 我抬起手臂, 反手一个耳光, 狠狠地甩在了她的脸上。 啪! 这一巴掌可不清, 沈薇他妈脸上的肥肉都抖了抖, 亮呛了几下。 要不是有陈森扶着, 恐怕直接就摔倒在地了。 不好意思啊, 忘了把这一巴掌还给你了。 我笑得很温柔, 你现在可以滚了。 阿姨, 你没事吧? 陈森扶稳了沈薇他妈, 然后看向我, 你疯了吗? 他是一个老人, 你怎么能打? 他的话还没说完, 我抬起手又是一个巴掌声。 啪! 陈森被我扇得偏过头去, 脸瞬间肿得老高。 姑奶奶扇的, 就是你们这一窝不要脸, 见不得光的老鼠。 陈森正正地看着我, 烟烟。 陈森, 你以为我鱼烟多么离不开你?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出轨了我, 还能原谅你, 足以成为你和你的那群哥们, 吹牛逼的资本了吧? 我告诉你, 这几天里和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 陈森不说话, 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什么。 看着他错愕的表情, 我这些天努力积压下来的情绪, 终于得以释放。 从那天, 沈薇找上门来跟我示威, 陈森当着我的面蓝腰将沈薇抱着离开时, 我已经开始盘算好了接下来要走的每一步。 陈森离开的五个小时, 我开了瓶红酒, 在喝酒的空档找人去查了沈薇的资料。 她的出现根本就不是意外, 而是陈森妈妈的蓄意安排。 在陈森妈妈的怂恿下, 沈薇主动去陈森开的桌游室接近陈森, 为的就是让沈薇为陈森生下一个孩子。 大抵是沈薇仗着陈森的妈妈都站在自己这边, 在明知道陈森已经有了家事的情况下, 依然选择了知三当三, 甚至主动找上门来, 向我示威。 我知道, 只有想办法让沈森自己去和沈薇摊牌, 让她自己要求沈薇打掉孩子, 才能彻底地断了那个女人的幻想。 而沈薇打掉孩子以后, 才是接下来全部计划的高潮点。 我波澜不惊地看着陈森, 你以为我忍了这么多天, 是为了什么? 陈森不说话, 只是死死地盯着我, 伪装的温柔似乎在一点点瓦解。 陈森, 你已经出局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 恭喜你从今天开始净身出户了, 现在你可以带着小三他妈滚出我的视线了, 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律师跟你洽谈。 哦, 对了, 忘了告诉你, 你给沈薇的那两百万属于我们的婚内财产, 我有权利追回。 不过你放心, 你什么都不用管, 等待法院的船票就可以了。 陈森终于绷不住了, 余烟, 你他妈挽我。 这么多天, 你一步步地给我下套, 是吧? 你就是想看我现在失去一切, 孤立无援的样子是吗? 我真是看错你了, 瞎了眼我才会和你这种女人结婚, 你才是让我觉得恶心。 你以为凭我当时的条件,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你有几个臭钱了不起? 老实讲, 她的发疯在我看来像个笑话, 反而越是发疯, 我报复后的快感就越发强烈。 好啊, 那我不耽误您去找更优秀的女人。 陈森, 你别让我失望, 一个身无分文的男人, 一个婚内出轨过, 记录永远存当的男人, 可一定要找个比我更优秀的人啊, 这样才能证明你自己的眼光, 不是吗? 而且巧了不是。 我微微一笑, 我也觉得自己是瞎了眼, 才会和你这种人结婚。 别墅区的保安在刚才的争执间全部都赶了过来, 麻烦立刻把这两个碍眼的家伙请出我家。 我怕脏了我家院子。 好的, 于小姐。 接下来的流程和我原先设想的一样, 因为我手中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陈森婚内出轨的事实, 最后法院判他净身出户, 不过他给沈薇的钱也只追回来了一百九十万。 无所谓, 剩下的那点钱全当我扔给狗了。 陈森他妈住的房子也是我给买的, 当天我就找人把他妈赶了出来, 房子挂在了网上拍卖。 陈森不是说不孝友三, 无厚为大吗? 他不是孝顺到觉得没有孩子对不起自己的母亲吗? 那就凭自己的努力, 先让他妈不要流落街头再提那可笑的孝心吧。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 这些年我忙着全球旅游, 日子很充实,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才刚回国一周, 就在街上午去商场吃饭的时候, 却意外撞见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陈森将近四年没见, 他看着比当初离婚的时候老多了, 认出来, 我以后, 他愣了一下, 余嫣, 谁呀, 老公, 一个女人从后面冒出来一个头, 巧了不是, 这不是沈薇吗? 只是看着变胖了很多, 沈薇的手里, 牵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 男孩身上脏兮兮的, 我是有些吃惊的, 原本我以为一个男人主动要求一个女人将已经怀了五个月的孩子打掉, 足以让一个女孩子对这个男人避之不及了。 更何况, 陈森最后净身出户, 更没有人愿意和这种男人在一起了吧。 没想到这两个人还是在一起了, 而且还生了个孩子。 当初不是说沈薇做完手术后出了意外, 身体很难再怀得上孩子了吗? 是你。 沈薇也认出来了我, 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今天出门忘了翻黄历, 遇见了不干净的东西, 真是灰气。 我有时真的很佩服沈薇不要脸的精神。 当初支三当三的是她, 她还有脸说别人不干净。 看着我一个人在吃饭, 沈薇倒向是忽然之间来了兴致, 有些幸灾乐祸道, 哟, 有钱都是一个人来吃饭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没找到人结婚啊。 真可怜。 我收回了视线, 懒得搭理。 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观, 才让同样身为女人的她, 觉得不结婚就是可怜。 我继续低头切着牛排, 但是明显感觉到陈森的视线正看着我。 沈薇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跟故意似的开口, 小虎累了吧, 去找你爸爸抱。 爸爸, 抱。 陈森将小男孩抱了起来, 又是看了我一眼, 有些欲言又止, 见我始终不抬头, 他扭头对着沈薇道, 我去结账。 想不到我和陈森最后能在一起, 还生了个大胖小子吧。 沈薇的语气有些嘚瑟, 你很羡慕我有个儿子吧? 余嫣, 我有时候真的很同情你, 哪有女人不愿意生孩子的呀? 你肯定是因为身体有问题, 不能生才选择当丁客的。 是, 你说得都对, 你有儿子真了不起, 可以离我远点了吗? 老实说, 你在这里真的很影响我的胃口。 咦, 沈薇有些气急败坏, 又是犯了个白眼, 生不出淡的祸, 有再多钱, 有什么用, 有儿子的快乐你这辈子都体会不到, 看着光鲜亮丽的, 其实就是可怜虫一个。 过完了嘴瘾以后, 沈薇这才扭头离开。 吃完饭后, 我接完账走出了餐厅。 刚刚走到停车场, 远远的我就发现车子有些不对劲。 走近一看, 车子果然被人给划了。 我上个月才回国, 这辆兰博基尼也是我刚刚提的。 如果只是普通的寡蹭, 我也懒得计较了, 问题就是这是非常明显的人为行为。 一条划线从驾驶座车门, 一路划到了车位, 明显就是故意的。 本来今天出门遇到了不喜欢的人就烦, 眼下我的火更是一下子就上来了。 环顾了一下四周, 作案人已经不见了。 我当即就回到商场调来了监控。 监控画面里, 一个三四岁孩子朝前跑着, 手里拿着一支笔。 走到我的车子前, 小朋友直接开始滑弄了起来。 等会, 这个小孩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这不就是刚才在餐厅里遇到的陈森和沈薇的儿子吗? 虽然只是简单的划痕, 但因为车子特殊, 如果送去4S店维修的话, 至少也得六位数。 我当即选择了报警。 很快, 陈森和沈薇就被请到了警局里喝茶。 在从警局里等待人来的这段时间, 我给好友打了个电话, 这才得知这几年都发生了什么。 原来我前脚刚离婚, 后脚这两个人就结婚了。 当初陈森给沈薇的那两百万, 我没能全部追回来, 还剩了十万八万的。 在陈森和沈薇结婚后, 两个人拿出来做了一点小生意。 现在生活虽然算不上富裕, 但是也还勉强过得去, 甚至还如愿地生了个孩子。 正想着是, 我忽然听到了警局外面传来一道尖锐的声音, 听什么说是我们孩子华的? 他一个三岁的小孩, 怎么可能把车子划成这样? 车主在哪? 程新娥, 我们是吧? 女士, 你先别着急, 你要是想看证据呢? 监控, 我们也有, 我们也不可能随便就抓个人回局里不是。 一个警察端着个保温杯走了出去, 耐着性子给他解释道, 人家监控里的确显示, 就是你们三岁的孩子陈小虎将车子给划的, 你们知道那是什么车吗? 兰博基尼, 人家刚提了没几天的车就被你们儿子给划了, 维修费用算下来可是不少钱呢。 听到这, 沈薇的气焰明显灭了几分, 却还是对道, 谁调皮了? 我们家孩子平时很乖的, 这个年纪的男孩子都这样, 一看你家里就没有儿子。 相比较之下, 陈森倒是平静多了, 询问道, 警察现在, 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你们自己和车主沟通啊? 诺, 他就坐里面呢, 要是人家肯私下处理了, 那就没我们什么事了, 要是走程序, 那你们俩可就麻烦了, 赶紧进去赔礼道歉, 争取私下处理去吧。 脚步声朝我这边走来, 在看我这张脸后, 我看到了沈薇和陈森脸上的惊讶。 余燕, 那辆被划的兰博基尼是你的车? 我撑着下河, 不错。 沈薇吃了一声, 不就是划了车身几下吗? 多少钱? 大不了赔你就是。 我刚刚已经给4S打电话确认了, 整体维修下来的费用是18万, 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带我去4S店刷卡喷漆? 多少? 沈薇的声线明显提高。 余燕, 你穷疯了吧? 想敲诈? 喷个七十几万, 你胡傻子呢? 事实证明, 维修下来的确是这些钱。 看到4S店出具的报价单后, 我明显感觉到沈薇念了。 我知道这两个人拿不出来这些钱, 但我丝毫没有松口的意思。 陈森问, 余燕, 你现在想怎么办? 我看了眼陈森子在店里大喊大叫着 跑来跑去的模样, 明显就是一个熊孩子。 让你儿子给我道歉, 态度端正地鞠躬道歉, 说不定我可以放你们一马。 道个歉就能免去十几万, 很明显陈森心动了。 看他现在这副模样, 应该也感受到了和我离婚后, 自己独立赚钱, 有多么困难。 陈森连忙把熊孩子揪了过来, 小虎快给阿姨道歉。 我不道歉, 我凭什么道歉? 陈森的儿子大喊大叫着, 说着还对我做了一个鬼脸, 撞开我跑开了。 我醋了醋眉, 心中对熊孩子的厌恶程度 又增加了一分。 陈小虎, 你给我回来。 陈森再次救助了熊孩子的衣领, 我让你给阿姨道歉, 你给我好好道歉。 放开我, 我就不, 我凭什么要道歉? 你把人家的车给划了, 谁让你划的? 我让你守不老实, 让你守不老实。 陈森说着, 攥住了小朋友的手, 狠狠地打了两下, 赶紧给我道歉, 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他儿子一时间哭得很大声。 陈森, 你够了没有? 沈薇冲了出来, 一把将熊孩子搂进了怀里, 怒视着陈森, 他还这么小, 懂什么呀? 是, 他是什么都不懂, 所以划了人家的车, 要赔十几万, 你现在不管, 以后他再划, 你再继续赔。 我就问问, 你家里有多少钱, 经得住这么折腾。 沈薇, 沈薇紧紧地搂着小孩, 满脸怨恨地瞪向我, 鱼烟, 你是故意的吧? 就是为了看我家笑话。 几年没见, 陈森看着倒是变了很多, 以前她的身上有一种读过很多书的傲骨, 现在已经被柴米油盐抹去了全部棱角。 只见她再次从沈薇的怀里抢过了孩子, 这一次二话不说, 直接照着屁股揍了好多下, 小朋友哭得整个局里都能听得见。 沈薇想要上前, 见到陈森这副动怒的模样, 一时间也顿住了。 揍了好多下后, 小朋友终于屈服了,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我道, 阿姨,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该划你的车, 我以后都再也不敢了。 说完这些话以后, 陈森这才放过了她。 沈薇心疼地抱过来小朋友, 怒视于我, 现在行了吧, 可以原谅她, 放我们走了吧。 我平静地看完这场闹剧, 然后微微一笑, 口齿清晰道, 不原谅。 沈薇一副听错了的表情, 我对她无辜一笑, 你说得对, 我就是故意的。 沈薇抓狂了, 鱼烟, 划了别人的车, 道歉不是你们给我一个受害者的情分, 赔钱倒是你们的本分。 十八万, 我献你们一周内一分不少地给我付上。 沈薇, 你说得对, 有个熊孩子的快乐, 我的确体会不到, 毕竟这是你花了十八万买来的快乐。 说完这句话后,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 任由沈薇在身后发疯大叫。 而外面的阳光正好, 其实, 生不生孩子都值得被尊重, 只是女性不应该被挂上 生孩子是你的本质这样的枷锁。 生育是女性的权利, 而不是义务。 怨天底下的女孩是因为爱情, 因为想要才去孕育一个崭新的生命, 而不是因为应该。